数据令人震惊 也令人担忧 在1970年到2014年间 全球范围内哺乳动物 鸟类和鱼类的数量下降了60% 在淡水栖息地 这个数字大约是80% 毫无疑问 人类活动是罪魁祸首 人类活动是数量下降的原因 主要是我们对食物 能源和水等不断增长的需求 这些活动也导致了气候变暖 但是报告的作者表示 我们能够从全球共同应对温室气体方面获得经验 我们想想世界是如何应对气候威胁的 全球在2015年达成了巴黎气候协议 我们也需要在世界层面为人类和自然达成类似的协议 瑟萨里奥指出 大熊猫保护的成功 以及野生老虎数量的增多 都证明目前所发生的是可以扭转的 报告使人警醒 但是我认为报告传递的信息是 现在做出正确的行动还为时不晚 如果我们采取共同行动 这些生物会得到恢复 我们能够扭转目前的这些趋势 确保后代生活在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星球上 为了帮助生物恢复 世界自然基金会呼吁政府在2020年签署一项生物多样性公约 这项公约为保护世界野生生物栖息地 扭转日渐萎缩的地球生物多样性提供了一个路径 公约设定了目标 包括有多少区域要以公园 原生态保护区和其他保护区的形式保护起来 世界自然基金会表示 地球为我们提供的食物木材和能源等资源 每年价值125万亿美元 现在的目标是确保大自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是可持续的 让我们的后代也能享有所有这些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美国之音易凯文华盛顿报道